国会下议院将在4月11号召开特别会议提成反跳槽法案和限制首相任期的修宪案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旺朱乃迪今天向上议院解释国会议员跳槽的三种情况和定义 同时表明政府将以修订联邦宪法的方式立法管制跳槽行为 以便有关的法案可以长期的使用不轻易受到挑战或者是修正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旺朱乃迪 今早在国会上议院回答土著团结党上议员拿督约翰安博的提问时 解释政府制定反跳槽法令草案内容的三项主要定义 第二点,就像啊·法 Sonic場所剪达理的法司 而是一位的法司有使用ung的法司 而是一位法司的法司可封的法司 也當成为共同法司 这是为了以法司的策略 他的法司的法司 在一位法司的法司上衣承住其法司 和法司法司的法司 法司的法司会提问 至于第三种情况 就是胜选的独立国会议员 后来加入其他政党 将被视为违背选民的委托和信任 有关议席必须在60天内举行选举 但是不会取消当事人的竞选资格 跳槽者还是可以代表新加入的政党出战 此外 部长在附加提问环节上也解释 国会议员不会被视为跳槽的三种情况 分别是议员本身的政党已经解散 有关议员被领选为国会下议院议长或副议长 以及所属政党与其他政党结盟 在这些情况下 有关议员并不会丧失国会议员资格 望珠乃迪说 政府起草修订反跳槽法案时 参考了印度、新加坡、纽西兰和英国的法律架构 以及在去年11月23号到12月12号期间 展开反跳槽法律公共咨询所取得的反馈 政府通过修订联邦宪法 立法管制国会议员跳槽 如此一来 有关法案才能长久使用 不容易被挑战或修正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